迎接新春的到来,吉安乡公所在原福星买烟厂重整之后的吉安创客栈 开办年节的多功能缤纷福袋机缝研习课程 乡长游淑珍特别前往和学员们共同制作DIY红包福袋 20多位学员在附有文创气息的多元刻意清创原地 制作出无可取代的客制化开运福袋 也为新的一年增添了喜气 吉安乡公所把原本的福星买烟厂重整规划之后成为了吉安创客栈 并且由花莲县创新创业协会来任养 协力乡公所推展多元的研习课程 110年开春特别举办了缤纷福袋机缝研习课程 乡长游淑珍特别到现场和学员们一起来体验DIY的乐趣 恭喜发誓万事既既 谢谢今天在我们这个吉安创客栈 制作我们红通通的开运红包 要祝福我们新的一年 大家都能够欢喜欢迎幸福安康 这个尤其是红包可以装满满 那今天很开心看到我们手作的这样的一个手工艺 在这儿来展开 也看到除了平常的妇女姐妹以外 更看到了年轻的年轻人还有呢 这个男生来参加 我相信未来的手作吉安的幸福 是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我们的这个族群 我们要一起来创造吉安的幸福 未来的我们的馆域跟场馆都是属于大家的 我们会在不同的地方展现不同的手工艺 不同的活动不同的创新 跟不同的幸福的这样的一个推展 欢迎大家来到吉安 参与每一项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有你真好 这次课程邀请到吴亦华还有真美乡两位老师 进行专业教学 从挑选布料 花色 手工裁剪 熨烫 车缝 到制作出一个个缤纷漂亮的红包符带 大家一次排开秀出成品 更是独一无二精心雕琢的节色 而在课程中还加入简单的课语绘画教学 让每位学员一边制作符带 还要念课语吉祥话 场面热闹又温馨 中俸腿总行前 台阶台里春胎前 作符台杆 久亦翻转 万事以一 耶 介入会节相报导